当前台海形势复杂圆区 民进党当局 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 大肆宣言 台独分裂谬论 贯图以外谋独 以武谋独 严重违背 岛内主流民意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对于涉毒原刑 恶劣 谋独活动参决的 顽固分子 我们绝不容忍 绝不姑息 绝不听之认之 必须反制 必须惩戒 为严厉打击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 犯罪行为 5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联合制定 印发了 关于 依法 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于今天 发布施行 当然他们一直强调的是说要打击台独 而现在大陆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还有公安部 以及国安部 司法部 5个机关部门 在今天21号的下午 在国台办 共同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而且自今天发布之后 就会开始实施 对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总体要求 定罪量刑标准和程序规范等 做出具体规定 为依法严惩 法理台独 以外谋独 以武谋独等分裂行径 提供明确指引 意见指出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 和司法行政机关 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依法严惩 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这项宣布是在大陆的 国务院国台办举行 今天上午的记者会之后 意见发布 而根据了大陆的 反分裂国家法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 刑事诉讼法等等的 法律规定 一共有22条 定罪量刑的新规范 国台办犯人 陈兵华同时间也强调 对于涉毒人员 必须要强烈反制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全球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